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分享一个关于VUE开发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画面 VUE的秘密性能优化九法 对 今天咱们就讨论一下 关于VUE开发的性能优化方面的知识点 有兴趣朋友 咱们可以一起来研究讨论一下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说 今年2019年3月份 在美国举办了VUE开发者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 VUE开发核心团队成员 就这个人 大家请看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我不太会念 我怕念错的诗理 就不给您念了 这位先生 他发表了一个名为 VUE性能优化九法的主题演讲 包括在大会上 游大神也做了主题演讲 非常的不错 精彩 学到了很多东西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然后这个视频的网址 我放到了画面的下方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OK 咱们继续 就这位先生 他做的这篇优化九法的演讲 他演讲所有的资源 我已经把它总结出来 咱们大家看一下 包括他的演讲的视频 演讲稿 演示网站 以及演示代码 公布在了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我画面上贴出了所有的网址 好 那咱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这优化九法都有哪些 我给您总结出来 现在我给您念一下 首先说函数型组件 然后子组件拆分 然后局部变量 然后活用微寿 接下来使用KeepAlive 接下来活用延迟装载 分批处理非响应模式 以及紧渲染可视化部分 咱们如果只看这些个标题 感觉云里雾里 没关系 我一个一个给您说吧 那咱们开始 首先说函数型组件 什么叫函数型组件 咱们看 左边是未优化代码 右边是优化后代码 咱们看差在什么地方 左边是咱们写一般Vue组件 对最通常格式 对不对 就插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 右边的模板 用了一个Functional 它是什么 它是函数型的模板 这样的话 会使整个页面渲染的效率提高 为什么 说到原理 为什么 因为像咱们左边这个代码 它有它组件的生命周期的 很多的耗时的处理 那么咱们如果用右边的写法 那么它的这些个生命周期的耗时处理 将不再操作 它会作为一个函数进行处理 所以说整体页面的效率会有所提高 OK 这个就是函数型组件 接下来 子组件拆分 大家注意看 未优化代码跟优化代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循环处理 或者说是读税库的资源性处理 在这个内容当中 仅仅是一个函数方法 对吧 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组件的生命周期来说 每做一次update 都会去调用一下非常重的处理 所以说性能比较低 而右边这个则不同 它把性能比较低的 比较重处理的这些个逻辑 放到了一个子组件当中 Channel Component 对吧 在这个地方 它做一些个非常重的处理 为什么要拆分成子组件呢 因为这就牵扯到VUE的副组件和子组件之间的 更新周期以及生命周期的问题 那么咱们如果说 我对VUE的生命周期理解不是很细的朋友 你就记住 重处理 不要写在本组件当中 做成子组件就可以了 好 再上下 局部变量 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调用了dSpace 这dSpace其实是一个计算属性 对吧 那么我右边经过优化的时候 这个dSpace 我在这地方 大家请看这地方 我做成了一个result里面的一个常量 然后我在引用的时候 今天是引用常量 而不用说是每次都调用计算属性 提高效率 可以吧 OK 再往下 是这样 我把整个课程讲完之后 有趣的朋友把我视频再看一遍 把代码熟记一下 或者说去他官网下的代码 也都是可以 接下来 活用微瘦 少用VEIF 大家请看 我这个代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对 我左边微优化代码 用到了if-else的判断 右边代码 仅仅是用VSHO进行显示 咱们大家都知道 VSHO的话 是不操作网页的动数的 对吧 它的性能会比较高 如果是用到VEIF跟else的话 它会动态改变 动数里面的内容 所以说渲染的性能会比较低 这个也是常识 咱们大家都知道 OK 再往下 保持keep alive 是这样 keep alive是干什么的 它其实大家请看 这个例子举的是路由的显示 因为咱们在做路由的时候 路由显示区 几乎是不动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把不动的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右边右画代码 做一个keep alive 保持cash 提高页面渲染的效率 OK 再往下 活用延迟装载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首先说 它这个优化的方法 并不能够提高运行的效率 仅仅是干什么 仅仅是让用户看起来 感觉页面上的内容更快了 其实并没快 它该做的处理都要做 它用这个differ 这个mixing怎么翻译 混合器 它只用这个differ混合器 让一部分逻辑先执行 让一部分逻辑后执行而已 这样做 其实也是不得已 但是比如说 咱们做网页 有着很多耗时处理 是没有办法 肯定要做的 那么咱们就把它安排成 顺序执行 有的先装载 有的延迟装载 来提高用户的一些 意外的体验 达到 看起来很快的感觉 其实内部处理并没有快 仅仅是延迟处理而已 OK 再往下 分批处理 这个就比较的好理解了 比如说 咱们在做页面状态管理的时候 一般都用到commit 对吧 commit传进来 然后方法名传进来 同时数据传进来 像大家看左边 未优化的部分 它把传进来的数据 一下子通通处理掉 肯定是慢 对吧 而右边 优化完之后 大家请看 它不但传进来 所有要处理的数据 还传进来一个 分成了几块处理 然后比如说 我这传进来100个数据 然后我分成5次处理 每次处理20 下面做一个队列 每次只处理 当前所在块的数据 提高画面的渲染的性能 OK 再往下 飞翔模式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 怎么说呢 数组集合 对吧 在这里面 我要初始化一个数组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初始化数组的时候 把这个data属性 复给了 我这个数组里面的 每一个数组项 对吧 这样做的 其实是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优化来说 这样做 那么这个data属性 将是一个观察模式 观察模式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VUE 咱们都知道 包括Uncle 它是双向绑定 对不对 如果我这样复制的话 那VUE的内部组件 会实时的动态观察 data这个数据项 是否发生了改变 如果发生改变 会做先样的处理 那么应该怎么做 应该采用右边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 这个data这个属性 我不想让VUE框架 去监视它 去观察它 所以说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提高整个数据的响应效率 OK 再往下 仅渲染可视化部分 咱们还是 其实这几个都是差不多的逻辑 大家请看左边这个代码 这代码有一个数字项 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一下子都在画面上渲染出来 这肯定是漫漫 对吧 而用完这个 大家请看 先渲染24个 然后呢 在这个通过slot slot咱们都知道 以前我做这个视频讲过 然后呢 咱们只渲染用户 因为什么 不管是手机还是PC画面 其实用户一下看到的数据 并不是很多 那么咱们只仅仅先显示 用户能看到数据 然后呢 用户看不到数据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撞打进来 咱们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处理 OK 这么大概9个优化的方式 然后我再说一说这个优化的心得 首先说 我总结出来这4个 第一 简单的单页的应用 其实咱们可以忽略这个优化的细节 而重点放在这个功能的实现上 但是呢 对于拥有上百个对象的协作 然后呢 交互渲染的应用时呢 那咱们就应该对于每个细节部分呢 来考虑该如何的进行优化 同时呢 如果说这个影响页面显示 或说渲染效率的操作呢 比如说 帧数小于这个每秒60帧的这么个操作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影响用户的操作体验 那咱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优化细节 同时对于拥有大量计算 或者大量渲染的耗时操作 咱们应该随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 随时呢 去计算 处理的时间 积极考虑这个优化的策略 哪怕说 咱们考虑了好上身的优化策略 其实只能提高一秒钟效率 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OK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的学习资源啊 就是这个VUE的学习资源 在这上面呢 有非常官方的权威的一些VUE的学习的视频 供您学习 我在上面呢 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分享给您 咱们就一起来 今后一起来学习VUE吧 因为VUE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框架 我认为优于Unluge 优于Relact 那咱们就一起来学习吧 好 我看呢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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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